這是早上6點鐘 布里斯班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在這裡了解一下 我的心情到都市的感覺 和在鄉村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我最喜歡出來旅遊就是喜歡 不用做飯 然後呢還不用做鋪床 然後這就是我出來旅遊的最享受的地方 所以呢要經常的出來 即便是不住豪華的旅店或酒店 住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地方 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多不同的幸福 出來以後就是一種adventure 就是要出來享受一下這段時間 我自己隨意而安的感覺 沒有那麼多計劃性 就是隨著自己的心情來 也沒有必要對所有的事情沒有安排好啊 或者什麼這個計劃沒有沒有完成 鑽牛角尖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說我不要太認真活得要隨意而安 就是在我在澳大利亞里學的一個生活方式 隨意而安 不要太在意每天你做錯了什麼 只要在意你每天發現了什麼 每天學到了什麼 每天享受了什麼 去感恩 去讓自己覺得幸福 去想好的方面 這就是每次對自己一個靠勞 現在早晨起來以後呢化完妝了 現在呢就是幾點鐘呢 八點鐘左右 我們準備出發了 新的一天開始了 走 走 出發 不知道 我沒有人 在不見得不見 找到沒有人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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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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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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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半顫 看那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了解列車的 超級外面 不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去看看 看看中国食物 是从这里吗? 还是从这里? 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 这些地方都做了晚餐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 走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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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晚餐在IKEA 晚餐在Korea Korea 那是好酷 那是什么? Sophie 拿起来 那是什么? Sophie,拿起来 谢谢你,Sophie 谢谢你 我们去看 吃东西 到了都市来就是吃东西 逛街购物 生活呢还是在小镇上生活的悠闲自在 妖怪 你 現在是幾點十四點鐘 沒耳了 85 萬一 紫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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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hating